大家好啊 给大家聊聊苏联的真相啊 安德鲁伯夫如何接班的啊 伯利尔涅夫执政了18年啊 直到他死 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 我第一次知道啊 感情赫鲁晓夫限制了干部的任期 实际上就叫任期制 就叫任期制 那伯利尔涅夫还给废除了 直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啊 许多高级干部就一直连任下去 而不挪窝 哎呀 不挪窝啊 这不好啊 站着什么什么 不什么什么 是吧 伯利尔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 到一定岁数啊 其实这人都会有慢性病啊 伯利尔涅夫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这个大粗眉毛哈 大粗眉毛 旁边是戈尔巴乔夫啊 戈尔巴乔夫啊 他也是高干 高干子弟 他本人不是 但是他老婆是 所以他是姑爷党 女婿党 他的夫人 赖沙戈尔巴乔娃 是葛罗米科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 葛罗米科的侄女 实际上啊 伯利尔涅夫实际上已经无力逝世 逝世 就无力干事了 他本人也曾有退役 他本人也不想干了 曾经啊 79年4月 伯利尔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 宣布他非常累了 打算退休 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的表示反对 并表示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 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伊利提 能够继续富有成果的 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 你看他们总是大口号 这个拔得很高 除了为苏联人 还要为全体的进步人类 这个全体进步人类 就是跟苏联 这种国家体制类似的国家 特别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 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 因为这个病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只要他不倒 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 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的周围 而且政治局委员们 也没有忘记当年斯大林的花招 斯大林 斯大林 朱家施维里 约瑟夫 朱家施维里 斯大林 多次宣布辞去 全部党政之务 就是做秀啊 摆姿态 我不干了 你们另请高明 没有金刚钻 您别卵着瓷器活 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 我说不干了 是我口头说 你要说好 你不干了 你小心点 后来刘少奇就傻了 对吧 刘少奇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是党主席 有一段时间 中国是同时挂毛和刘的画像 毛主席刘主席并列 当时流传一个顺口溜 说是毛主席三天不学习 就赶不上刘少奇 其实解放出挂两个人的像 朱德和毛泽东 朱毛并列 朱是总司令 毛是总政委 毛委员 结果后来朱德的像就淡出了 后来刘少奇又上来了 谁能保证 伯利尔涅夫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 没有人敢冒险 拿自己的身家性命 是吧 拿自己的前途荣华富贵 没有人 伯利尔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记者的问题 法国总统德斯坦 在回忆录中说 1976年间 伯利尔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 党组织的领导人 哥里哥里 哥里哥里 罗曼诺夫 认为此人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 如果他再多学一点 完全可以做上总书记的交椅 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 列宁格勒 就相当于中国的上海 对吧 都是在海边 在口岸上 而且经济发达 文化也发达 当然 那个上海没做过首都 列宁格勒 就是过去叫彼得格勒 或者彼得堡 做过沙俄时期的首都 现在 在俄罗斯 跟着普京混的 两拨人最主要的 一拨 原来克格勃的 普京就是克格勃 跟他一块干特务的 干特工的 一拨 就是列宁格勒的 列宁格勒帮 现在叫 现在叫列宁格勒吗 好像改了 叫彼得格勒了吧 彼得堡 现在叫彼得堡 圣彼得堡 这么一帮人 因为普京 就是那长大的 但此后 有传言说 他为女儿结婚 动用了收藏在 埃尔米塔斯 埃尔米塔斯博物馆 就在列宁格勒 一个国家级博物馆 藏品非常的高级 数量也非常的多 他动用了这个博物馆的沙皇的家庭餐具 而其客人 出席他女儿婚宴的客人 偏偏要打碎了其中的一件 罗曼诺夫的官运就此结束 这个在中国也很多呀 康生 从这个故宫博物院 这个说是借 最后就不还 有多少文物 是吧 包括了很多的字画 书法作品 那除了康生 现在大家就拿康生说事 说康生 从故宫拿了东西不还 其实故宫那有账本 谁拿都签个字 除了康生 还有多少人 对吧 这流出去多少文物 1980年的5月 伯雷尔涅夫赏识的 已经是有经验的 党的机关工作者 是七十年科 后来 这个伯雷尔涅夫死了之后 应该是安德勒夫 安德勒夫又死了 都是死在任上 然后又七十年科 七十年科又死在任上 苏联连着三任的 最高领袖 是死在工作岗位上 没等到退休 可见当时苏联的老人政治 苏联的这个腐朽 这个接班梯队的 没有准备 或者叫老龄化 有多么的严重 乌克兰党的首脑 谢尔比斯基 是伯雷尔涅夫的心腹之一 乌克兰 在原苏联 15个加盟共和国 一直排老二 仅次于俄罗斯 他的人口占18% 俄罗斯占54% 排第三的是乌兹别克6% 这是人数最多的三大民族 有一次啊 他向伯雷尔涅夫 汇报乌克兰的成绩 博得伯雷尔涅夫的欢心 这种成绩往往是有水分的啊 报喜不报忧的 于是伯雷尔涅夫 指着自己的圈椅 就他常坐那把交椅啊 总书记的椅子说 我都讲 我都讲是他的名字啊 我走后 你就来坐这个位置啊 这个是来自 这段文字记载 来自格尔巴乔夫的回忆录 是社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的啊 2003年版的 第228页 社科文献出版社 现在我不知道 搬没搬家 原来就在建国门内 贡院啊 什么这个东总部活动 就在这一带啊 这边这个出版社 有我的朋友 是一个河南 河南南洋人 他是原来是硕士 后来要学了一个博士 他是中国社科院 研究生院的硕士 后来要到其他大学 读了个博士 这个说法 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 伊万卡比托诺夫的证实 伯利尔涅夫去世前夕 曾同他谈过话 谈话过程中 这个伯利尔涅夫指着 自己的座椅说 看到这把座椅了吗 过几个月 谢尔比斯基将坐在上面 所有的干部问题 都要据此安排 就是他是老大 这是接班人 其他人怎么排座次 先把老大排好 Number one先安排好 其他人根据这个安排 再顺着往下排 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 大有人来 大有人在啊 苏斯洛夫去世后 苏斯洛夫啊 几乎是斯大林的战友啊 他是老一辈的啊 葛罗米科 就想接替苏斯洛夫 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 葛罗米科没登上 但是他的侄女婿 格尔巴乔夫后来登上了 中间隔了 我看啊 中间隔了 安德勒波夫七十年科 隔了两个人 但是这两个人活着都短 都在任上死了 中国在任上死的 其实刘少奇也算在任上死的 毛泽东也算 朱德 周恩来 黄菊 这都算死在任上 啊 徐才厚啊 这都是副国级的啊 这都算死在任上 一旦成功啊 接班就有望了 但格尔巴乔夫 乌斯基诺夫 这两个人啊 当时格尔巴乔夫虽然年轻 他已经进入政治局了 乌斯基诺夫是苏联的一个 很长时间的国防部的部长 掌握枪杆子啊 这种人就有实力 乌斯基诺夫 他认为应当由安德勒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 第二把手就是接班梯队 就是储君 就是太子 就是接班人啊 这个安德勒波夫也是一个强力人物 安德勒波夫就是克格勃主席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安德勒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啊 就为了这个位置 大家都盯着呢 都眼馋 伯利尔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 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 伯利尔涅夫是政变 党内政变 把赫鲁晓夫赶下台 时任中央国际部 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勒波夫 相当于苏共中央国际部 相当于中国共产党的中联部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的安德勒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 所以他在1967年获得重要任命 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 是吧 克格勃嘛 另外一个情报机构叫格勒乌 是苏联的总参谋部情报局 相当于大陆解放军的总参二部和总参三部 安德勒波夫利用这个位置 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 据说曾多次策划 针对伯利尔涅夫的阴谋 他难道着急了吗 他想抢班夺权吗 篡党夺权吗 这不就跟林彪一样了吗 是吧 当年其实刘少奇也在党内培植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派系 在这个文官系统 刘少奇所欠缺的是没有军权 当年七十年科同安德勒波夫竞争的非常激烈 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勒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以后 七十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 就不让位 直到有一天安德勒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 净职就自己就去了 净职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 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的局面 1982年11月 布列人涅夫去世 党内元老乌斯基诺夫 葛罗米克 还有吉洪诺夫 在小圈子内碰过了头 核心圈啊 除了老大 老大死了 叫他们仨 吉洪诺夫 葛罗米克 乌斯基诺夫 乌斯基诺夫掌握军队啊 决定让安德勒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啊 这也有点像这个国民党 这个蒋经国去世以后 围绕着是否让李登辉接大位 也是主流派非主流派官邸派等等了呢 本省人外省人是吧 蒋宋美龄 然后宋楚瑜 他们都掺和进来了啊 郝伯村 李焕 是吧 这些人 林阳岗 是吧 所以政治局会议决定吉洪诺夫的提议啊 同意安德勒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 这个是等额选举 候选人就一个 都背后都船 玩的船 明船 暗船 都捏过好了 都船好了 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表决通过 他这权力分层分的特清楚 安德勒波夫在伯雷尔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啊 就大陆叫中央书记处啊 台湾叫中常会 大陆叫书记处 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勒波夫的命运 这其实也是一种暗箱操作 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即使中央委员们也没有发言权 摆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成的方案 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 这从一年后安德勒波夫去世后 接班人的最后敲定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安德勒波夫就干了一年就死了 但是就干一年他也要干 也要当这个一把手 是吧 将来名垂史册 名垂天谷 光宗耀祖 光耀门眉 出人头地 这就是独裁的一种弊端吧 也是一种惯性 所以事实上他身体已经很差了 而他们都是一群老人 所以那个七十年科接任之后 也很快就去世了 这就是苏联的问题 老人政治 没有活力 到最后就腐朽了 这种国家 这个国运 是吧 他脑袋瓜子都很腐朽 很落伍 岁数大了之后 反应也不行了 所以这个国家的没落 以致他最后的解体 是一件太正常不过的事了 有活力的国家 他绝不是这么一个办法